好 我們現在要把這題再做一遍 等一下要再做兩遍 讓你確定 讓我知道我講過的話 老師說 解決第一步驟 畫地球 畫太陽 多數的題目 太陽都畫左邊跟右邊 賴黃川師都跟我 都考過 畫上面或下面 第二步 讓地球自轉 讓地球會轉 多數題目 地球都是 逆時中轉 我們 我 跟黃師都考過 四時中轉 老師說 畫完 題目要求 上弦月黃昏時 上 下 左右 誰是上弦月 卡中間那個碩 放旁邊叫做畫 先到的叫上弦 後到的叫下弦 所以 上 下 左右 誰是上弦 卡中間叫做 碩 放旁邊叫做畫 這樣子轉 這裡 上弦月 黃昏時 人 上 下 左右 人在哪邊是黃昏 有太陽的叫白天 沒太陽的叫晚上 黃昏叫白天 今晚上哪邊 左邊 左邊 上弦月 黃昏時 又要在哪裡 畫在前面 老師說 畫在前面 什麼意思 同理 附近 通過 十五線 上弦月 黃昏時 人 比鬥物園 老師說 第一步 畫地球 畫太陽 畫地球 畫太陽 我應該畫這裡對不對 跟剛剛講的不一樣 我剛剛畫這邊對不對 現在畫這邊 畫這裡 畫地球 畫太陽 第二步 第一步 會轉 你就正常嗎 歷史中轉 好 畫完了 上弦月 黃昏時 上弦月 上下 左右 哪邊上弦月 哪邊上弦月 上下 左右 下 對 上弦月 卡中間叫做碩 放旁邊叫做旺 這樣子轉 仙道叫做 上弦 黃昏 時間 日地人在哪裡 上下 左右 哪裡 有太陽叫白天 沒太陽叫 晚上 黃昏叫白天 近晚上哪裡 下面 上面 上弦月 黃昏時 月在哪裡 畫在前面 前面什麼意思 頭頂伏氣 通過 植物線 畫兩次 跟上那一次 第一 太陽畫哪裡 重不重要 不重要 第二種轉 重不重要 不重要 但是一定要有太陽 一定要會轉 一定要有太陽 一定要會轉 聽懂嗎 一定要有太陽會轉 所以告訴你 解題步路怎麼解決 解題步路如何解決 一 畫地球 畫太陽 太陽畫哪裡 不重要 二 到地球 會轉 怎麼轉眼 不重要 然後就根據他的要求 他說上弦月我就畫上弦月 他說下弦月我就畫下弦月 他說清晨我就點清晨 他說紫月我就點紫月 然後看 你問問我什麼 我就回答了 就是我們解題的方法 可以嗎 可以 很好